大海中能吃的海鲜多种多样 光是我们生活中经常能吃到的鱼就有很多种 除了鱼之外 更受人们欢迎的还有螃蟹和虾 不过说到海鲜 相信许多吃货会提到贝壳 贝壳的坚硬外壳下是口感独特的贝壳肉 吃起来鲜嫩可口 而且富含营养 而我们生活中见的贝壳普遍比较小 那么你们见过这么大的贝壳吗 日本一位小哥尤其喜欢吃海鲜 他从市场上花5000日元买了一个超大的贝壳 当小哥正在处理贝壳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贝壳的外壳比人的脸还大 可想而知这种贝壳是有多么稀罕 小哥用刀慢慢将贝壳打开 将贝壳打开之后 里面饱满的贝壳肉让人惊讶 里面的贝壳肉鲜嫩多汁 小哥将贝壳肉切下来之后 用清水进行清洗 待贝壳肉清洗干净之后 小哥将不能吃的贝壳切除 接着将贝壳肉上奶白色的部分切片 小哥称这个部分的肉是贝壳肉里面最鲜配的部分 因此小哥在切的时候也是小心翼翼的切 由于日本人认为生吃最能还原食物本身的味道 因此小哥将这个贝壳肉切好之后 打算将贝壳制作成四身直接吃 小哥非常有仪式感 切片之后再进行打盘 并配备蘸料汁 尽管看起来平淡无奇 但是贝壳肉的鲜嫩美味 估计是一般的海鲜无法比拟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拜拜